不知道大家最近看我的影片有沒有發現我的腳踏車畫面到底怎麼拍的呢 看起來是不是很像在腳踏車前面有一個人一直拿著相機拍著我 其實那是我之前使用的產品叫做 Insta360 ONE R 但最近我收到了他們全新上市的一款新產品叫做 Insta360 ONE X2 它就長這樣 然後其實這一款已經是它的第二代了 它的第一代啊 長得一模一樣 但沒有這個螢幕可以看到 好那今年到底有什麼改款升級的地方就讓我們開箱來看看吧 那我們就來開箱一下到底裡面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吧 打開這個盒子 這個緊密程度做得很好 看到就是一台360 ONE X2 等一下這要很小心 前幾台已經被我摔破那顆螢幕了 OK拿起來就像這樣 型號在這邊 那它一樣是雙鏡頭的設計 但它今年跟以前最大的改款就是多了這個前置螢幕 所以你在開起來之後啊 其實就可以直接有個螢幕可以在前面操控 那這個螢幕 我自己個人使用下來我覺得比 One R 還好用一點 因為One R是小正方形 它沒有這麼好操控 就可以直接在這邊調整 甚至是拉一些你要設定360畫面啊 或是改其他的 拍攝方式 都可以在這邊直接完成 除了主機之外下面就是一個盒子 我們來看一下盒子裡面 有些什麼特色產品 我自己還沒開過 這是一條 這個是 Type-C的傳輸線 INSA 1020 傳輸線一條 這個好像是一個 收納袋 沒錯 它是一個有點像潛水布的材質 你可以把機器直接這樣伸進去 然後裡面還有它的說明書 插勢布 還有貼紙 好 那我們就來實際使用看看 這台跟我之前使用的One R 就是模組畫的那台到底有什麼設計上的不同 出發 好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畫面啊 就是我用360 ONE X2 然後自拍鏡頭 它今年最大的亮點啊 以往這個360相機 你可能在後製的時候去做 畫面切換 看你要拍前面還拍後面 但現在這個功能啊 重新修改軟體 你可以直接用自拍畫面 只是啟動一個鏡頭 那這樣的方式啊 其實就可以讓 它的 電池續航時間就可以再加長 那大家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跟這個收音 就是用One X2本身所帶來的畫面 可以直接拍我 然後收音也是機身本身 沒有任何外接裝置 好 然後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 如果拿著One X2跑步啊 開啟單顆鏡頭的穩定程度如何 現在聽到的聲音啊 也是沒有經過麥克風 就是我直接使用 它的機身收音的狀態 那其實我現在啊 手拿的距離啊 其實蠻近的 但它就可以 很廣的收到幾乎全部 但不知道這樣的畫面 在旁邊看起來 會不會有變形的情況 但我覺得至少你在 跑步當中 其實拿著機身就可以更小了 它真的比手機一致還小 不知道大家剛剛看完這畫面啊 感覺如何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沒有 還沒看到畫面啊 但 我覺得這個穩定功能 一定非常非常變態 那我們就來 試一下 它這一次聽說在 360的畫面當中 也有非常多進步的地方 那我們就來去 試試看 腳踏車拍攝的畫面吧 好嗎 我來講 我們可以玩嗎 看見 保持人家 我可以玩嗎 我可以玩嗎 就好了 我可以玩嗎 然後 我們可以玩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沒錯 你們看到剛剛的腳踏車畫面 其實就是我前陣子去體驗了這個 腳踏車場地繞圈賽的這個比賽 那這次我們特別使用One X2的這個機身去拍攝 以往我們拍攝的機身是使用One R 那One R的這個相機呢 其實它看起來就比較像以前傳統的運動相機的設置 雖然它是模組化 但我覺得它還是有一些些的缺點 這次的One X2其實就非常把這些缺點都改善 缺點就是在One R的拍攝的時候 其實在邊角的這個縫合的地方 其實在一些畫面還是看得出來 你在拍攝的時候 這個是前鏡頭 這個是後鏡頭 中間的那條線還是會被展現出來 但我個人覺得 因為它在機身的這個側邊的厚度來講 減少了非常多 所以在後製縫合技術上 其實它修正的非常厲害 甚至在這次畫面的飽和度上 我覺得也非常提升 以前在One R的畫面看起來 會稍微比較顏色偏平淡一點 沒有彩度這麼高的感覺 但這次在One X2上面 它把所有的這個調色阿 縫合都完全做重新的修正 整體我覺得它會是我現在去拍攝腳踏車 更低一個選擇 因為它的畫面拍攝變好看之外 重點是你們知道 那天我騎完這個場地繞圈賽 機身竟然還有50幾%的電池 所以它的續航力阿 在電池上 可以說是有非常大的提升 因為其實在One R上面 它大概拍30分鐘到50分鐘左右 這個時候可能會有一點點 機身過熱的情況 甚至會電池沒電 但我就是拍了一整個早上 電池竟然都還有40到50%左右的電量 最後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次還有推出什麼樣的配件吧 沒錯 它這次的配件阿 就是大家看到這兩個 第一個阿 這跟其實One R 大家看到應該蠻熟悉 One R也有附贈像這樣的保護套 差點講成 好啦沒有 這個保護套 那這個 不要再鬧 那這個保護套它的好處就是 其實像我這樣蠻初心 有時候拍攝完畢 收在包包的時候沒有放好 那這個可能就會造成鏡頭上一些磨損 那鏡頭磨損其實在拍攝當中 畫面就會有一些 那個是暈痕嗎 光暈 就是你看起來就是刮傷 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好看 像是水滴的感覺 所以這個保護套的保護就非常重要 它可以在你拍攝後 有一個很好的完善保護 那這是像剛剛有開箱到的 就是它還有附贈那個外面的這個套子 它那個套子是一個潛水布材質 你就可以在拍完之後 有一個很妥善完整的一個保護 那第二個產品呢就是這一個 以往我們再去外面拍一些子彈時間 子彈時間其實是360的一大特色產品 那以前都是用自拍桿然後這樣繞 但這次它特別推出了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開起來給大家看 那因為有一些地方 其實不太能夠使用自拍桿進入 那如果你想要拍攝一些比較有特色的畫面 自拍子彈時間的話 那就蠻可惜不能使用 所以它這次特別推出了一個產品 也就是 就是這個 那這個產品呢 它就是 看起來好像 一開始我拿到 想說這個是什麼東西 是這個快扣嗎 還是什麼 沒想到它這個是可以拉出這一條線 然後我們就來試一下 把它放在下面 轉緊之後 然後 以往大家的子彈時間啊 都是四原地站著的 我覺得不太好玩 我們等一下就這樣 邊甩邊跑步 讓大家看一下 子彈時間的畫面到底如何吧 整體來講啊 我覺得今年最大的進步 除了剛剛大家看到的那些功能之外 我自己覺得 最重要的是它拿起來很扎實 因為在1R上面 它雖然是一個模組化的鏡頭 但你拿來裝來裝去 其實會覺得它好像有一點點這麼的 沒有那麼緊實感 那這個拿起來 就很沉 用起來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重點是還有一個小巧思 錄影的時候啊 按下去之後 這個畫面 會變紅色 你就可以很明確的看到 你現在有沒有在錄影 因為這個地方很大一條 然後 就算放很遠 你就可以看到它這個閃爍是很持續的 OK 整體來講 我自己覺得 這一代的Insta360 ONE X2 使用心得 我個人是非常滿意 相較於我原本在用的ONE 我覺得是更喜歡這個360相機了 所以接下來我應該會在 腳踏車的畫面 都會使用它來做拍攝 大家如果有興趣啊 記得雙11快到了 點擊下方 會有優惠碼喔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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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可以 再見 拍攝 展CP Ghäl vive h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